最新消息,昨天政府刚推出了新的法规 行动管制令现在变成了法令 人民必须遵守已了解的法规有 限制疫区及疫区的移动 除非有以下这五个理由 购买、供应或传送食物、日常用品、药物或膳食扑制剂 获得医疗保健、医疗服务 履行任何公务或者履行任何必要服务有关的职责 出入遵守这五个理由 民众也必须遵守以下条件 例如,只能在限定离家的10公里内购买食物 必须品、药物的,除非有极度合理的理由 如果是为了寻求医疗保健或医疗服务 只能离住家不超过10公里半径范围内 或距离家里最近的地方移动 在合理的情况下,也可以由其他人陪同 如果是为了去上班或进行法定任务、公务等 则必须拥有雇主或相关官员所发出的确认性 所有餐馆或提供食物的行业者 只可以在限定时间内提供Drive-Thru或打包的服务而已 至于因特殊和特定原因需要外出的民众 则必须获得靠近住家警局的警官批准性才行 除了葬礼,所有聚会是不被允许的 所有从外国回来的大马公民、永久居民、外交官等 都必须遵守授权官员的指示 在入境处强制进行身体检查 当官员要求提供任何有关疫情的信息时 人民必须毫无保留的告知 此外,卫生总监有权制定或发出任何指令 以采取预防和控制任何感染地区内的传染 此外,处罚则是与之前一样 罚款不超过1000令吉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 或两者兼施 谢谢大家抽空观赏我们的视频 谢谢